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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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假设你去看一下今天的盘面结构的话 跌停板有七八十家 如果再这样掉下一天 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你不处理 别人就会帮你处理了 你可爱的营业员就会打电话给你说 小钟 你不处理不行喔 不然你就要补钱了 了解吗 所以你现在已经心乱如麻 来 今下心来听姜老师讲 姜老师跟你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会跟你讲说 上个礼拜的时候面对行情 你一定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根解的真的是最重要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喔 根解的真的是最重要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盛房本周会来自最重的一次沙盘 也许你不会有感觉 姜老师也才跌211.2有很重吗 你知道吗 你就是因为你不了解盘面的结构 当你了解盘面的结构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今天house里面的人 都不敢讲话 都闷不吭声 为什么 因为开始在找钱 我到底要从这个户头跟这个户头 要哪个户头 开始要找钱 要挪动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融资维持率已经不够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来 让你看一下盘面的结构 真的很重要 当你了解之后 你真的会佩服姜老师 姜老师教你的方法是对的 还是一句话 也许我帮不了你 但是我不会害你 因为我害你没有好处 姜老师不要背那么多的业障 就是因为背业障 来当分析师 你知道吗 我是希望我下辈子 不要再当分析师了 了解我 来 我们看一下 盛房最重的一次沙盘 为什么 来 你看一下 今天大盘跌了211点 上市的部分跌了2.11% 你有没有发现 上柜跌了4.97% 有没有发现 上个礼拜 姜老师是不是有跟你讲过 现在的行情叫做 跌不疼 娘不爱的行情 为什么 因为指数有人户 但是你的个股 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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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4.97% 姜老师这个也还好 来 你继续往下看 你知道吗 上市的跌停加速 跌的加速有825加 其中有80加是跌停 上柜有622加是下跌 总共有97加是跌停 总共跌停了177加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明天 不小心又再继续开低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 砍在最低点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有人会叫你砍 否则的话 你就是补钱 就只有这样而已 了解没有 那你一定想说 姜老师明天往下掉的 几率高不高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导播 帮我上现在 国际股市的一个气氛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先上韩国指数好了 来 跌了7.15% 对 7.15% 跌了0.35% 我们看一下 知识内走势 好 这是韩国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日均股市的部分 跌了194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隔壁香港的部分 跌了767 来 再跟我们看一下 跟我们血浓于水的 跌了8.48% 请问 现在是跌真的还跌假的 你现在都是闭门造句 你就看我们自己抬股而已 你都脈子都没有看在外面 我跟你说 那真的是没时间了 不然我就记得导播帮我上 去那个什么 废办指数 你就知道 真的是跌跌不休 不要再把自己逼到绝境了 好吗 好不好 没有方法 请你退场观望 除了这个以外 今天江老师真的不太想解盘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想跟你分享两则新闻 这两则新闻 对你在操作 期货跟股票一定很有帮助 不要当逆势操作者 好不好 不要当逆势操作者 如果你现在不敢放空的 也不要轻易地去接多单 来我给你看看一则新闻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新闻 这是财联社发的讯息 你看中国药文 古灾中破产 船奇货奇人流强跳楼自杀 你知道他是一个名人你知道吗 出过输的你知道吗 他很会操作奇货你知道吗 不是很厉害 结果呢 一样在股灾中破产 你知道为什么会在股灾中破产吗 他的朋友有没有还跳出来讲说 他一定会顺势交易 他也会一定会学位停损 但是就在这一次 从五千点崩下来的过程当中 他竟然易改常态 重仓加码摊品 请问一下 股市奇人也会这样 请问一下你呢 我们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我们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 江老师讲了六分钟 还没有跟你解到盘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你受伤 如果你受伤的话 我跟你说 电视在看也没效 在看怎么在看 也是受伤 了解吗 我希望你看这三十分钟的节目 是能够帮助到你的 来 这是2015年的一个新闻 对不对 我再让你看一下 2011年的一个新闻 统一证券前总裁 爆发台湾奇货史上最大的违约案 铲赔六亿元 这是2011年的一个新闻 江老师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个人 这两个都是名人 都是奇货市场 真的是呼风唤雨 你知道吗 江老师这个小咖 他不行的 他们比我还大到不行 如果我是地球的话 他们应该是木星 或者是恒星 你知道吗 了解吗 所以重点在哪边 连这两个名人都挂掉了 你觉得你还要在逆势操作吗 了解吗 江老师跟你讲的真的是很重要 好 那这时候来 江老师你不要再念了 我们懂得一定要顺势交易 来我让你看 今天如果你赚不到钱 你全部拖出去打屁股了 了解吗 要的就是波动度 既然波动度来了 你就要能够赚到钱 如果你赚不到钱的话 江老师跟你讲的观念都不对了 了解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 那静下心来 听江老师讲 你现在已经心乱炉 没关系 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 听江老师讲 跟你讲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学员 我们学员是怎样 大转出场 等着看似要去带家人去吃饭 或者是要带其他什么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需要布施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的学员是这样 你呢 你坐在电视前面 说我的手边多担怎么办 你长得这么多 来让你看一下 多空加战的点位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打在8600X19 越过去才能翻多 没有越过去就是偏空 来 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答案就是8689 请问一下今天最高点 才到了8673 有没有越过去 没有吧 那请问一下今天 如果假设你去追高杀低的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又中枪了 静下老师教你的方法 不就是很简单吗 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就知道点位在哪边 没有越过去 就请你偏空思考 偏空操作 不就得了吗 每天你知道吗 你今天去看一下 不管是非凡也好 不管是东森也好 不管是我们本家三立财经台也好 每个人都跟你讲什么 不要再砍股票了 等明天反弹之后再说 他是神 怎么会知道明天要反弹 如果假设早上 你是9点连线 你把它砍掉 请问一下 你总共有四个小时 过得很快乐你知道吗 你就是给他撑到最后五个小时之后 砍掉 不好意思 跌停板 明天如果再弹上去 问题就来 你就该处理的时候你不处理 不该处理的时候 处理通常都是最低点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听监老师的劝 没有方法 请你退场观望 我上个礼拜 我就是这么提醒你的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看一下 8689没有站下去 就是请你偏空 好 所以这个数字已经确定了 今天就是偏空思考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筹码 看完筹码之后你就知道 今天你真的应该要赚到大钱财 对 为什么 因为假老师教你的 就是一定要看懂 价量关系 来 今天的高低点 高点是8670点 今天的最低点是8493点 你的眼睛没有看错 你的电视也没有坏掉 真的是8493 真的有跌破8500点 所以最低点跟最高点 总共有177点的价差 如果假设你追高又杀低 今天你少说就赔了177 如果假设你真的给他接 两口多单 五口多单 四口多单的 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扛出去中了 而且应该不是只有今天才留而已 真的 我不骗你 我们一般散户就是喜欢 就是一直接一直接 有一个网友问我 我不会讲出你的名字 一个网友问我 十口的多单怎么办 十口 而且是大台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告诉你 正确的方法很重要 你不听 不听的话我怎么知道 这样了解 所以请你记得 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方法 告诉我什么 今天是多方空盘 还是空方空盘 很明显 还是空方空盘 大户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空 只有散户 还是在做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请你盛访 这个礼拜 要有一个最重的沙盘 你看 今天运用工具 是不是赚105点的价差 开盘是蓝K棒 下一根的开盘价 放空 尾盘 8522点把它平常出涨 是不是有105点的价差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运用工具 我们先不要讲说 你要不要赚105点好了 你运用工具 你最起码今天 不会去接多单 对不对 因为空方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K棒的颜色 又是蓝色的K棒 请问一下 今天怎么会去接多单呢 你了解吗 你怎么会去期待 强反弹呢 江老师看这个筹码 怎么看都不会觉得 他会反弹 你知道吗 明天的事情明天才决定 我真的不知道明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是神 我又不是算命师 你了解吗 但是请你当下 把它活好就好了 请问一下 这样是不是赚105点的价差 好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江老师 用正确的方法 你有没有发现 空方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就有105点的价差 好 那这时候呢 建安老师 运用工具是赚105点的价差 那运用讯息呢 运用抗讯的话 赚多少点的价差呢 来 我让你看完你就知道了 来 慢慢来 不要急 建安老师告诉你 方法真的很重要 来 这个是8点44分 还没有开盘的时候 建安老师发一个抗讯 给我的会员 请会员开盘 市价回补手中的波段空单 表示什么 礼拜五我有跟你说过 对不对 我是不是顺势留舱 留空单 对不对 所以请你回补手中的波段空单 今天开盘就是开在8637 8637 所以空单回补了 我们赚钱了 好 赚钱完之后 你刚刚有看到 对不对 空方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所以要不要再空回来 要嘛 当然要空回来 对不对 怎么样空回来 很简单 来 建安老师给你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空回来 来 我们看一下 在10点44分的时候 建安老师发了一个抗讯 请会员预挂8620 波段空单 再进场一次 资金一成就可以了 8620 好 这是8620 尾盘的时候 收在8522 你知道的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如果假设继续往下掉的过程当中 我很害怕我的学员有了空单之后 在那边乱跑 来 一样的 我相信很多的老师都跟你讲 今天看空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老师 今天只赚20点就跑了 每天都跟你讲 要顺势教育很重要 结果探20点就落跑 结果来发抗讯 恭喜会员 好喜会员今天赚20点 不过觉得很丢脸嘛 明明就是一个趋势盘 才赚20点 恭喜会员 好喜会员 很奇怪 了解吗 所以假老师告诉你 我不是一个分析师 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交易员 所以我提醒我的学员做什么动作 亲爱的会员 目前指数活不住了 有没有 筹码也偏空了 因此手中的波段空单要报好 千万不要自行冲动交易 这时候已经跌到11点20分了 你知道吗 结果来 最后 我们要看什么动作 当然要赚钱嘛 对不对 请会员预挂 8520的波段空单回补 有没有发现这一笔单 是不是赚了100点 因为8620空的 8520把它回补 请问一下有没有赚100点 有对不对 好 赚了100点之后 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学员 为什么 赚到钱有没有 因为期货是偏财 股票是偏财 要懂得布施 亲爱的会员 让老师提醒大家一下 要记得大赚的会员 要懂得布施 这样才会有用不完的福报 加油 就这么简单 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心乱鲁马 那为什么我们的学员 有没有 就像六祖慧能禅师一样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密 有感而通 感无不通 为什么 因为正确的方法 他会告诉你 应该要做多个做工 不就这么简单吗 有没有学过数算 没有对不对 来 让你看一下好不好 运用工具 今天是赚105点 健安老师 没得落差 今天运用正确的方法 抗讯 赚了133点的价差 今天运用工具 就赚133点的价差 礼拜四 我们赚了140点的价差 今天赚了133点的价差 就这样 来 一句话 健安老师不是要告诉你说 我有够厉害 我有够准 我可以贪很多钱 错了 你从来都不会看到 健安老师 跟你臭臭屁绩效 要讲绩效 健安老师讲书别人 人家上去就500 下来就1000的 我们133算什么 那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就是要告诉你正确的方法 就可以让你不要心乱鲁麻 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今天的工具的画面 到底是长怎么样 你就知道 真的健安老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我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不要在迷茫当中了 好不好 所以来 请你记得 空方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掉下来的过程当中 不就可以赚105点的价差吗 那运用过去 不就赚133点的价差 那了解吗 所以请你记得 顺势交易是不是很重要 千万不要去猜低点 否则的话 永远你也猜不到 那了解 好 那到底要怎么做 很简单 我跟你分享一句话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采取行动 好不好 神存之道这本书讲了一句话 对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优秀的精英跟成功人士 和一般人的差异 就在于面对成功的理念 他们都有确实的去采取行动 我希望你能够take action 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的话 我跟你说 偶尔就会来一次 真的 我不会骗你 偶尔两个月就会来一次大陪 一个月就来一次大陪 然后晚了之后的 大陪之后的 爱不及母 我跟你讲真的 没有人能够帮你了 只有你能够帮助你自己 因为六祖会 还是有说过 不离方寸 是你愿意改变 贾安老师才能够帮到你 如果你不愿意改变 贾安老师也没责 了解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不管你今天是赚也好 不管你今天是赔也好 请你静下心来听 抢一下贾安老师讲的 到底有没有道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筹码了 今天跌得这么惨 三大法人是不是脚底抹油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外资真的很可怜 你知道吗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外资没有在卖 你真的忘记江老师提醒你了 不是外资不卖 是没有人要接 了解没有 一卖就跌停 一卖就跌停 那要接给谁 所以来小卖33亿 33亿而已 你不要以为看到33亿 要止跌了 他多久的时间都是卖这个数字了 来 上个礼拜我跟你讲说 智商要写报告了 真的要写报告 卖38亿 来 来 total总共卖了73亿 那就是偏空了 来 时间不多了 我们就快一点把它看过一遍 来 奇卧的部分的话 近空单部位6463 所以今天我回补了3600 然后智商偏空操作了1300 所以流多翻空688 所以这个数字 我们就中性偏空来看待 好 选择权的部分 偏空流仓了3万口 偏空流仓了13万 所以还是高所谓 这个数字就偏空 好 那不够ratio的部分 越来越低 0.67 所以那当然就是直接偏空思考了 来 我们看一下Hello Kitty Hello Kitty 敢接了 总算敢出手了 正62.7 跌越深就敢接了 没跌越深就不敢接了 好 正62.7的话 这个数字我们就偏空了 但是如果是Hello Kitty的部分的话 那当然就是偏多 至于是谁的筹码我不知道 好 那一样的我们看一下K棒的颜色 到底是长怎么样 来 答案揭晓 大盘的日线级的K棒 蓝色的K棒 而且是越跌越深 那了解 所以请你记得 在还没有翻正之前 就请你还没有翻 黄K棒或是红K棒之前 请你还是偏空思考 偏空操作 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第二阶段 江老师就把大盘的日线级K棒 跟大家做交代 好 那今天指数跌跌不休 尤其OTC 真的跌很惨 是 那怎么办呢 个别股怎么操作 好的 我真的觉得 其实我就不太想解盘 真的真的 每次把股票打出来之后 很多人说 江老师你是不是空投总指令 不是 我真的是在帮你 我不是讲过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吗 我真的 坐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我没有挂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曾经88块 融资买利特 结果我跟你一样 死都不认错 一直补钱 一直补钱 补到22块 手边没有钱了 该借的钱也都借光了 请问一下要做什么动作 当然就融资断头 一融资断头 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江老师的经验坛 那你就想 江老师你是分析师 为什么敢讲这样 我又不是天才 为什么不敢讲 了解没有 我知道那个痛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也这个痛 了解 所以我们来看几檔股票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江老师要跟你分享了 还没有止跌之前 千万不要去接 掉下来的刀子 如果可以的话 想要请导播 帮我上几檔日内走势图的股票 第一档股票 3474的华雅科 跌停板 你以为只跌了吗 不要这样子想好不好 也许他真的 搞不好会像2384的盛华 你知道吗 不要去猜 永远都不要去猜 顺势交易最重要 OK 第二档股票 2439的美率 跌停板 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之前我跟你讲过的 都是很弱很弱的股票 来 8076的五峰 跌停板 有看到吗 一出手就是跌停板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是蓝K棒 我已经秀过给你看了 好 江老师 这个蓝K棒 这讲很久了也没什么 我跟你讲 弱势股有没有 你不要以为 他是一开始就是弱 不是 他是从强势股变成盘整盘 再变成弱势股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上6269的台郡 有看到吗 跌8% 6176的瑞宇 有看到吗 跌9% 4733的上尾跌停板 3450的联军 跌9% 1589的F永冠 跌9% 4123的成德 今天是第一根 今天是跌破 平台第一根 我是成德 5474的充泰 跌停板 4991的F玩语 跌停板 352的同志 我有跟你说过 352的同志 第一根蓝K棒 我就提醒你了 千万不要去摸它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股票 都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跟你讲的 耳熟能香的股票 不要摸 就是不要摸 结果你就不处理它 不处理它之后 我跟你讲 你就不要去让它引动投心的沙盘 我跟你讲一个重点好不好 这些都是投心的高持股 投心有一个内规 有的人是定15% 有的人是定20% 有的人是定30% 你就不要让它碰到停损价 一停损价之后 它会市价靠出去 懂意思吗 叫企业靠 企业靠有两种 企业靠去买 企业靠去买 企业靠去买掉的 我跟你讲 你就不要让它启动 停损买了 这样了解吗 一档股票 特别提醒大家 这一档股票今天 第一根变成蓝K棒 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 它是强势股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去摸它 1536的核大 有看到吗 今天第一根蓝K棒 3552第一根蓝K棒的时候 我提醒你 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蓝色K棒的力量 这样了解吗 所以重点还是一个 今天佳老师真的是 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 不管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请你运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 你想一件事情 运用工具 运用正确的方法的学员 是不是很幸福 它根本就不会跟你一样很紧张 就是因为你逆势而为才紧张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好好想一下 佳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对 那我们休息进广告 马上回来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我们全家喜欢爬爬罩 都穿GP凉拖鞋 嘿嘿 专为台湾人设计 透气排水 老婆小孩都爱穿哦 连睡觉都舍不得脱下 舒服好穿 GP凉拖鞋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台湾贤金 国家健康食品双认证 护肝 抗疲劳 一天一瓶就有效 台湾贤金 福特库嘎以最高规格 打造无为不至的安全守护 为你一路守护最爱的人 安全感点亮幸福感 本周末邀您亲自体验 即刻入主福特库嘎 指定车款再享八十万零利率 半门号 绑手机 比较划算 妈 不绑手机才划算 台湾之星现在单半门号上网吃到饱 只要三八八 这样所以划算 真的省很多 两年省下的钱最多够你买三只万元手机了 单半门号 好样的 T-Star 台湾之星 I wanna be a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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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时尚 GP 凉拖鞋 爸妈 你们会不会太夸张了 我直接抬了 又不是要抬了 给你 U25 挺青春的你 25岁以下 岳父599 挺你4G上网吃到饱 T-Star 台湾之星 父母申办童享599吃到饱 快带爸妈去办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看怎么当冲 今天顺势盘 没错 顺势盘就是 撈钱的时候了 了解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今天为什么是顺势盘 因为很明显是空方空盘 大户在做空 散户还是在做多 运用工具就有 赚105点的价差 就这样扎扎实实的 105点的价差 今天运用工具的话 赚133点的价差 竟然有时就不锈了 所以操作期货 有没有很困难 没有很困难 我跟大家讲真的 就是你想太多了 我跟你讲真的 你就喜欢听解盘 这边也听解盘 那边听解盘 我就跟你讲 贴着盘面走就好了 那盘面就告诉我要放空 你看8620都敢空 你看8620空 都还有一百点的价差 你就想要这么多 要放 运用正确的方法 不就是给它空下去 就对了 所以运用正确的方法 真的可以帮助你大赚小赔 陈老师跟你讲的是大赚小赔 陈老师跟你讲的是大赚小赔 不是要告诉你说 运用工具每天都赚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运用工具就是为了要大赚小赔 105点的价差 就这样放到口袋 来 我必须要交代一下 陈老师 为什么你认为上个礼拜 就提醒我们说 会有一个引动沙盘 对不对 给你看好不好 陈老师真的没有三头六倍 给你看看 来 这是台子期的10分钟的K棒 这是连续五天的 这是连续五天的 一个台子期可以办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你没有发现 全部都是空方空盘 硬要惊 那你觉得他惊得住吗 这就是我的理论基础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运用正确的方法 不要以为只是为了当冲而已 你可以把你的视频 再稍微拉长一点点 你大概就知道说 到底下个礼拜 会发生什么状况 这样了解 所以陈老师教你的方法 是不是很简单 超级无敌简单 对不对 好 所以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还是好好的运用 很简单的最好 不要预设立场 严守顺势教育 好好的运用正确的方法 就可以了 最后提醒大家 多空交战的点位 明天很关键 超级无敌的关键 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不要生死掉 明天佳老师 会公布在盘中教群 85X3 你一定要知道 对 谢谢佳安 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其他论坛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遇见下回